今天我們要講的就是錄製真人影片的一些小技巧 坦白說錄製真人影片真的還有一點點小麻煩 為什麼呢 假設我們平常用軟體去錄製螢幕畫面 的時候那你的人其實並不需要出現在鏡頭前面 可是一旦你要錄真人人像的時候 我們的目的其實是希望讓你的觀眾 讓你的客戶讓你的潛在客戶可以看到你到底是誰 而且他最大好處是他可以增加信任感 因為他不容易作假 假設你今天是用文章用圖片 有可能是盜用別人的 是抄別人的 那你用影片的話呢 看到的是你真正的本人在講話 所以用影片不容易作假 但是用影片的時候很麻煩就是 你又要去記這個稿子 譬如說我今天要講的話題是什麼內容 那我要先記一下 我要講的內容是什麼 像你會看到很多新聞主播 其實他們都是有一個大字報 然後有一個讀稿機在那邊 他們可能或者是一個耳機 在聽那個 立即訊息 然後 聽完之後 或者是看完大字報 看完讀稿機之後 然後馬上講出來 他們就不需要去背稿 可是 一般在家裡面 你沒有那些昂貴的設備 那你就必須去 準備好你的那些內容 要放在你的腦袋裡面 然後去錄 那除此之外呢 內容要記住之外 你在錄的時候 還有很多NG的狀況 很多NG的狀況 譬如說表情不對啦 然後 然後 他又沒有辦法用PS 沒有辦法用Photoshop去修你的圖啊 痘痘長太多 或皮膚不好看啊 或當天還沒有精神啊 那整個都會錄進去 可是如果你是一般拍照的時候 你可以用美膚啊 美肌啊 可以讓那個皮膚變好啊 然後 你可以做事後Photoshop去修圖啊 去變形啊 讓你更瘦一點的 更飄難一點啊 但是你用 呃 錄影的狀況的時候呢 你就 你就沒有辦法去做這些事情 然後再來就是 你整個錄完之後 你還要去剪接 譬如說你要去頭要去尾 甚至比較困難 你要去中間 那如果是去頭去尾呢 你也許可以在手機上面就 有這個內建的軟體 可以去去頭去尾去中間就好了 可是如果你是中間某一段卡住 要把它去掉的話 那你又要牽涉到 去掉之後 你前面跟後面兩段要把它 連合在一塊 哦 那就必須要用到影片處理軟體 那就是更麻煩的部分 然後最後一個是什麼呢 就是你影片都連合完了之後 你要做輸出啊 那輸出之後又有個 軟體大小的問題啊 譬如說 我五分鐘影片的輸出之後是 500MB 哇好大哦 你上傳到YouTube去 你可能就要花好幾分鐘的時間 那甚至可能超過十分鐘的時間去做轉檔 那如果你 比較好一點的軟體 也許人家 人家輸出去 500MB 你輸出去也許只要 五六十MB 哇 整整小了 十倍 那 你 就可以錄製很多影片 可以去製作很多影片 然後你上傳的時間 又比別人還要少 那這樣子的話你就會很有效率嘛 那你可以看看我目前在YouTube上面的影片啊 為什麼我很喜歡做影片 這邊有很多人去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那訂閱這些YouTube頻道有一個好處 就是之後我在上傳YouTube影片的時候 那YouTube他會自動幫我發送email 給這些曾經訂閱過的人 假設你今天只是要取得粉絲 然後發email給對方的時候 那我光是用YouTube就可以收集到很多 免費而且非常精準的潛在客戶 你可以看到 這些都是訂閱我的YouTube的 頻道的一些潛在客戶 全部都是不認識的 那幾乎每天都會有人訂閱 那完全沒有花半毛錢 完全沒有花半毛錢 唯一花的就是時間 就是時間 那你要 你要去錄影片 然後把你的知識傳達出來 那把這些影片放到YouTube上面去 去吸引這些有興趣的人去 瀏覽這個影片 那他們訂閱之後 你以後只要一上新的影片 那這個頻道 訂閱這個頻道的陌生訪客 他們就會收到電子郵件通知 所以呢 你可以建立很多不同的YouTube頻道 然後 假設你今天 好 假設你腦容量非常豐富好了 你讀很多書好了 你可以分門別類 你可以分門別類去建置不同的頻道 然後每個頻道都有一個主題 譬如說 牛奶爸網路創業 它是一個網路行銷的頻道 那這個頻道裡面放的全部都是 網路行銷的相關知識 那 會訂閱這個頻道的人 就是對網路行銷是有興趣的 那如果 你今天對運動是很有興趣的 你譬如說 我喜歡打網球 好那我再做一個網球頻道 全部都是上傳跟網球有關係的這個影片 那訂閱這個頻道的人呢 都是對網球有興趣的族群 那以後你上傳跟網球相關的 你就上傳到這個頻道 那訂閱你這些頻道的人 他們就會收到電子郵件 好 這是一個很棒的 免費行銷的一個 非常非常好的行銷工具 那怎麼去製作影片 怎麼去錄製影片 怎麼把影片做剪輯 做切割 然後做連合 甚至加上配音音效 再加上插圖 再加上註解 像這樣子的課程呢 我們在網路行銷牛奶爸的 影片製作與行銷的課程裡面 也會教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請查看 謝謝 感谢观看